2024年4月15日周一,第128届波士顿马拉松在微热的天气中落下帷幕。 据报道,今年共有来自全球118个国家,29451名跑者参与本届波士顿马拉松。 本届马拉松也是现波士顿马拉松起跑战于1924年移至霍普金顿的第100周年,意义重大。 比赛当天,麻州州长莫拉·希利与波士顿市长吴米先向在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中遇难者的家属们质疑深切慰问, 之后,市长吴米来到赛场上为参与者们加油。 历经两个多小时的奋力拼搏后,夺得男子精英组第一名的是33岁,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西赛勒马。 他以2小时6分17秒的成绩领跑他的第一次波士顿马拉松。 埃塞俄比亚选手穆罕默德·伊萨在最后关头赶超肯尼亚选手埃文斯·切贝特, 以2小时6分58秒的成绩摘下亚军奖牌。 来自肯尼亚的海伦·奥比里凭借惊人的冲刺能力为免女子精英组冠军, 总计用时2小时22分37秒完赛。 他以微弱优势战胜同样来自肯尼亚的沙朗·洛克迪和埃德纳·基普拉加特。 二位分别以2小时22分45秒与2小时23分21秒的成绩位列第二与第三。 聚焦华裔,此次波士顿马拉松精英组唯一一位中国人成前欲, 以2小时27分29秒完赛,位列第52名。 大量国内外马拉松爱好者也齐聚波士顿,参与或观看这一盛况。 以无锡跑团为例,跑友们跨越大洋,飞行20多个小时只应对运动的热爱。 国内的气氛呢,说实话,近期的因为国内的马拉松发展起头也很旺, 所以也是越旺越好,但是毕竟波士顿嘛,毕竟有100多年的历史,这个没法。 不仅闻名于其悠久的历史,波士顿马拉松也因其高参赛要求和陡峭的路段, 成为很多马拉松爱好者们的朝胜目标。 我觉得那个伤心坡确实是难度挺大的,从一开始那个坡到终点结束始终是没有停过, 一直在上坡下坡,好迷迷啊。 位于赛城一半的伤心坡,自上午10点开始, 就聚集了大量的群众来到此处,给参赛者加油打气。 我们也是刚搬到博士顿来,去年7月份刚刚搬过来, 然后第一次看见马拉松,因为我自己也跑, 我打算明天跑,明天过来看见。 区别于大部分国内马拉松, 本次波士顿马拉松每两公里设立一个测速点, 极大便利了官赛者实时观测参与者的配速与位置, 及时送上补给与鼓励。 除了官方补给站,全城沿路都有华人跑团自发给所有亚洲面孔的人加油, 并及时送上带来的物资。 无论是清华大学,南开大学跑团, 还是来自新泽西的爱跑跑团和百骏跑团等, 只要有华人的面孔,大家都会热烈呐喊, 一路都能听到华人高喊加油的声音。 期待明年与大家再在波士顿马拉松相聚。 波士顿中文广播电视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